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中间偏译的 四选一的单选题的考试方法 它完全是在比速度 你取巧嘛 对不对 老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现在有四个答案 先排除掉两个 另外两个呢 运用你的肉眼观察法 很快的再排掉一个就行了 它是这么样在学的 整个我曾经在科学人上面写过一篇 叫做基策商的数学教育 这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国中基策 对于这个数学的考试 采取了这种四选一单选的方法 结果呢 所有的国中老师都再也不交证明了 不交做图了 不告诉他们这个几何真正的 深刻的含义是什么的 他把一个数学的东西 把几何的东西 当作一个现象学来背诵 它是 这个东西是把这个数学搞死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国中基策不改不行 不改不行 下面到底要给我什么 我现在还看不到 但是对于这个会考来说 目前的情形是这样的 85%以上的学生 他们可以 这个 这个选择 比方说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填志愿等等 他有一个优势 但是34%到84%的学生 这是一个非常大量的 有一半的学生 他们在第一次填那个 进入社区高中的时候呢 全部模糊化了 34%和84%的会考成绩 就是这个level 这个阶段的 50%的这个学生的 他的会考成绩 并不帮助他能够进入到哪一个社区高中 而是要看下一个 比方说 国文谁考的比较好 所以可能一个34% 就是说 应该是说 从上面算下来 65%的这个学生 他如果他的国文成绩 比从上面算下来 15%的这个学生 要好的话 他就可以优先进入到一个社区高中 那么这个新测中心的发言人 他是这样子讲的 他说 我们故意要模糊化这一段 我们要让这一段没有区别 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所有的社区高中呢 就像 像一个泡饭一样的 剩菜剩饭全部倒在一起 他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我想问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模糊呢 对不对 你可以从百分之百就开始模糊啊 那就是回到以前的国中嘛 那个国中就是说 你应该把学校设好 先设好 然后再让这些学生就 就按照他的学区就入学了嘛 你现在搞了个半天 搞了个叫做 这个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是这个状况 不过我即使这样子 我还认为那个你有狗肉来卖的话 也不错了 因为好歹我们过去吃那个鸡策的 那个收掉的东西 已经吃不下去了 所以 总的来讲 那么 刚刚我们 道环兄提到这个所谓能力分班等等东西 你如果那个能力分班 是因为升学考试的能力分班 那当然不应该嘛 但是你如果是为了 适性养财的能力分班 这当然是应该的 这是 其实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整个问题还是卡在那个升学 大家是不是那么关心 大家这么关心升大学的事情 那么大学端 为什么不改变你的升学方式 跟升学内容呢 好 至于你说那个什么什么 我们讲什么国家竞争力 我觉得那根本是个烂 根本烂口号 因为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 他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面 他能够发挥他的梦想 他能够做梦 他能够怎么样培养他自己 对不对 你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你为什么不摆在 像我跟道环兄这种年龄的人身上 对不对 你摆在一个12岁15岁的小孩子身上 这什么意思 我们这些小孩子 都被你们大人这些种种乱七八糟政策都压死了 对 这个海潮兄 等一下这个你还有机会这个继续再骂下去 不过 因为你已经谈了很多 我们应该要更细腻的深入的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先这个帮你打住 我就给 因为刚才大家已经提出很多问题 我稍微聚焦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升学方式的改变 事实上我不是很清楚到底升学方式如何改变 是不是只是把机车的名称改为会考 那除此之外 他的改变 例如说你刚才海潮兄提到说 这个内容也许会跟着这个改变 但是如何改变 我并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升学方式的改变 能够使得国中的教学活化起来 能够改变那一种填鸭式的死板的教育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到底能力分班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 教育部到底是支持不支持能力分班 也许能力分班 这个字眼也许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兴趣跟能力常常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如果叫兴趣分班 也许大家就会 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看法 再来就是说老师的提升 OK 老师的角色 OK 这个的确是必须要再深入谈的 那最后当然是大学的角色 那我想我们稍微分开来 我们先来谈这个升学方式的改变 到底对于国中的教学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改变 刚才这个海潮已经碰触到一点 我就还是请二位在第一线工作的校长们来谈一下 你们评估一下到底现在升学方式是首先如何改变 我都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到底是不是只是换个名称 其实他的这个内容并没有 就是他那种升学的压力已经解放了吗 OK 那个我觉得升学改变这件事情 要把讲得更细腻一点 一个是升学制度 一个是考试制度 就是或者讲升学的方法或考试的这个方法 因为以下来讲 我们过去的连考时代是完全考试 我用一个完全的考试来决定学生的这个分法的志愿 这是过去的时代 这叫完全考试 可是我们原来十二年国教要走的一条路叫做完全免试 当然现在走的不是完全免试 那完全免试就是说你完全不看你的考试成绩了 所以要考试就丢掉了 因为考试让我们的教学不正常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考试丢掉 这就是原来的一个基本思维 但在我们高中或者是在教学性上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应该是要向中间靠 也就是说不应该是完全考试 也不应该是完全免试 清华大学的教授曾经针对高中入学清华大学的学生的 在校成绩 学测成绩 指考成绩 还有他们在大学的表现 做了十五年的长期的研究 他们所归出来的结果是 在校成绩 高中在校成绩 跟他们在大学表现的相关性是最高的 口试分数是最低的 那从这个研究 如果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可以采信的话 那代表说在校成绩其实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资料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不是只用一个单一的考试成绩来入学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采取所谓的多资料入学 过去我们谈多元入学一直被误用 变成是多管道入学 我们是让前面先有一个所谓的过去是一个推荐申选 然后后面再来一个考试分发 我讲高中生大学这个面向来看的话 那学生是申选推荐申选试完以后 没有机会了我再试考试分发 它其实是两个管道 两个机会 那那个多元变成是一个多机会的入学 但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多元入学 我们说谈的多元入学应该是一个东西叫做多资料入学 也就是某一些学生他是很会读书 他也很会考试 所以你给他考试他也考很高 有些学生他可能考试不是考得最高 但他可能有额外的 比如说他很能够表达 他说我也很能够写文章 但他就是考试分数的布丁特别高 那这个他有比较不同的能力在那边 那某些学生可能他很热心于公益服务的工作 或者他因为热心于社团 他就算表现很好 搞得下功课也没有那么好 但不代表他的未来的发展跟能力 就比那个同位独生的学生来得不好 所以我们大学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决定说 那我应该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也许我希望很会考试这些学生 我收百分之五十 然后呢这个有些学生是参加社团 我收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有一些学生是 他可能在某一些偏材上面特别好的 我再收个百分之多少 那我把学生的资料摆出来以后 根据我想要的招收的学生的比例 我从这边去找出我要的学生 所以学生你是一起把资料送给我 我从这边去决定 你这个学生我要你是因为你从这个管道进来的 你这个学生我要你是因为你从这个管道进来的 那这叫做多资料入学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多元入学 但现在我们整个多元入学的操作不是如此操作 我们现在是一种让学生多次机会的入学 所以学生是全民运动嘛 我第一次全部都来 上榜的人很高兴 没上榜的人呢就等第二次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制度不对的地方 那我刚刚在谈的是说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升学制度的改变 而要去改变现场的这种教学跟教育模式 是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资源不够造成的 因为大家要抢资源 每一个人都想进好学校 所以我一定要抢那个资源 我一定要想进各种办法 你有证识我就有对策 然后想办法考到好的学校去 所以升学制度是解决不了这件事情的 但是考试领导教学这件事情是事实 考试也一定会领导教学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个 怎么样一个好的考试来领导好的教学 所以假如我们刚刚所谈的 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那个 大学选择是一个多资料入学的 这种选择方式的时候 那总会有一个考试要考试 只是这个考试也许我不是 百分之百学员都从这个管道进来 那我这个考试我要把它考成是一种 对学生有一个正向引导的考试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选择题 我个人也非常赞同 选择题应该要做一个上限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的升学考试里面 选择题的比例应该占多少 包括学校的平常的考试 段考期末考这种考试的选择题比例 我们应该要给它某一种限制 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在中学的考试里面 百分之百选择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升学考试也是如此 所以对老师来讲 他用选择题去让学生多练习 它是名正言顺而且是有必要的 因此我刚刚提到说 一个是升学方式的部分 刚刚谈的是那个多资料入学的概念 另外一部分谈的就是考试领导教学 这些是无可避免的 只是我们不要用百分之百的考试 来选择就好了 但是这个考试也必须是 你的理想能弄得比较好